轮椅为何而作 现代人对于孔子的理解可能有点想当然 认为他是圣人 然后想的都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 认为他里面写的内容都是为了改变几千年后的人 每个政治家只能为当事之人负责 他不可能专门为你们两千年后的中国人写本书 孔子做不到 现在的任何一个人也做不到 这本书实际上也不是他写的 是他的弟子 老师死了之后 然后他们弟子 就是根据老师生前的一些讲课 一些笔记 整理了一下 实际上是不全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新出土的一些新的轮椅的竹简 出现了一些原本轮椅上面没有的这个句子 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重大的发掘 对于昌一王 西汉昌一王那个刘鹤的挖掘出现了一个轮椅学上的最大突破 就是说我们现在空行本的轮椅里头有一些内容是没有的 这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轮椅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 就根据我们目前的史料的记载呢 轮椅的版本有三种 现在只留下一种了 但是呢 以前的轮椅呢 有齐轮椅 有鲁轮椅 就是根据这个孔子后来的弟子的流落 在西汉时代是有三家的 那么呢 这主要是因为孔子的学生呢 多数是来自于齐国 鲁国 还有晋国 这三个国家 老师交完弟子之后了 弟子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然后呢 他们根据自己的西药 选择了老师的一部分言论 加以这个 发挥阐述 假如孔子有指定 寄前人的话 那么这件事情 本来是很好解决的 但是没有解决好 孔子有时候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是他生前说的 这些话会很重要 然后呢 轮椅在编撰的过程中呢 曾子跟其他的人的想法 就不一样了 他可能认为有些话不精彩 不值得写到里头 但是其他弟子 不是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句话也挺重要的 然后呢 有一些弟子认为呢 这句话是不是你瞎掰的呀 老师我怎么没听过 老师讲过呀 那在这种 大家争争吵吵的情况下呢 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 轮椅最初是有 三四个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不能达成一致了 儒家邪派就分裂了 根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的 儒家邪派 在孔子死后呢 就分成了八个派别 这是一个很困扰 对于乳邪的传播 是带来一次巨大的伤害 人类的教主第一代死了之后 正常二代呢 就要努力的 做出一个通行的版本 减少大家对教主的描述的形象的分歧 耶稣死了之后 他的大弟子就把所有的弟子的各种各样的文章 集合起来 弄成了一本新约 耶稣的大弟子叫彼得 思想达成了共识之后 推出了一个稳定的版本之后 弟子的内部实现了团结之后 这时候传播 这个耶稣的思想就更加的有利了 因为内部没有矛盾 没有太大的分歧 那么呢 对外传播就很容易统一口径 不会自相残杀 到了孔子时候呢 儒家的内部的这个派别呢 就会出现自相残杀了 比如说 西河之儒 跟这个曾子之儒呢 就彼此之间过不去了 指责对方不够正宗 这里面呢 就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了 就是曾子跟子丹吵架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很少 不明白他们吵架的原因 仅仅是第一的冲突还是其他冲突 但是不管怎么样 儒家的派别 在孔子时候 第二代分了八派之后呢 就带来了儒邪的衰微 就是人类的教主 一旦教主死了之后 第二代不争气的话 不团结的话 搞分裂的话 那么呢 他的事业呢 就会大大的打了折扣 就比如说西加姆尼 死了之后呢 最开始大家是前打脚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记录的内容不一样 这时候呢 怎么办呢 为了确保保留下来的 活金 没有违背活主的言议 那么呢 就公推了一个人出来 什么人呢 阿难 阿难呢 在活主的弟子里面呢 他不是特别聪明的人 但是呢 阿难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记忆力特别好 就是说 他经常陪在这个西加姆尼身边 他虽然脑子比较笨 经常你可以看到活金里头 经常会看到西加姆尼批评阿难 你就是脑残 你就傻逼哦 你怎么能这么想 你太低级了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呢 阿难有个特点 他的记忆特别强 所有的弟子都佩服阿难的记忆力 那么所有的文本 就是西加姆尼死了之后呢 所有的弟子整理出来的活金 都要经过阿难的神月 阿难认可了 这句话 西加姆尼说过了 那么呢 这句话是对的 就保留下来 如果阿难说哎这句话我天天在国主身边 怎么没没听说过 你瞎编的吧 这段话就被删掉了 阿难呢 做了一个工作 统一的工作 因为很多时候呢 弟子啊 为了争夺这个老师的政治遗产 总是在争夺这个阐述化以前之争 这个今天的邓志林也一样 就是要抢夺这个政治的阐述化以前 比如说斯大林就是在列宁死后了就要抢夺对于列宁生平作品的这个阐述前 他负责出版列宁生平的所有作品 然后呢 由斯大林来主辩主持来证明这些言论都是列宁写的 这时候呢就会达成了一个很好的政治效果 保证了列宁的政治遗产的思想完整的传递下来 就是人类啊任何的政治领域啊 宗教领域啊 艺术领域啊 一个开山主持当然重要 但是二代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代目也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它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有了一个阿难 减少了这个佛教内部的分歧 大家达成了共识 达成了共识之后呢 佛教很快的就传播到了整个印度地区 同样的呢 耶稣呢 二代的弟子也很团结 大家呢 达成了很好的宗教传播效果 儒家呢就比较糟糕了 儒家的轮椅一开始呢 就变成齐轮椅 鲁轮椅啊 这很糟糕一个情况 大家又谁也忽不了谁 因为真子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 也不能忽众 本来他是很有希望继承这个孔子的一波的 但是因为不能忽众 大家也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耶稣啊 死了之后啊 如果大家所有的弟子不愿意听从彼得的领导 这也是个很大的麻烦事 二代目继承人没有权威 不能够完成弟子们达成统一 这时候也是一个巨大的困扰 这些现实的困扰呢 就都会导致这个轮椅文本 的本身 被曲绝 被割裂 实际上今天轮椅呈现的面目啊 是很糟糕的 因为他都是知言片语 很难相信 就是说像孔子这么思想深邃的话 没有非常的长篇大论 肯定有嘛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大量的跟别人的交往的事迹 分散在这个左段里头 分散在这个礼记里头 也分散在这个春秋时代 战国时代 大量的图书里头 那么为什么孔子的事迹会如此的分散呢 难道正常情况下 不应该是 有儒家的弟子 来完整的记录一下孔子生平的经历吗 每一件事情嘛 就好像孟子的书 整本书完全是孟子在春宁逼 孟子从头到尾怎么样在金主面前装逼的呀 怎么样把金主骂得口血喷头的呀 那都是非常精彩的 有来有往 长篇大论 我相信这样的长篇大论 在孔子身上也是发生过的 但是居然没记载下来 这就是很大的损失 难道没有记载的能力吗 肯定不是 为什么没有做成这个工作 最终会变成零散到 分配到这个礼记里面有一部分 左转里面有一部分 朱子百家里面有一部分 大家凑不起呢 为什么呢 很大原因就是弟子不团结 而且呢 当然还有另外原因就是 孔子生前没有想过做这个工作 孔子对整理自己的吹牛并不感兴趣 孔子呢是自己活着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整理自己吹牛逼的所有经历 但是呢 孔子的大量经历呢 是用来辩证这个传统的六经 用来收集这个整理四三百 用来呢 撰写了春秋 孔子的一般来讲 他提倡的是续而不做 他把自己定为周礼的继承者 他不是创新者 我们现在虽然尊称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 但实际上孔子自己不认为自己是祖师爷 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人 是周公自定的周礼的继承人 他是一个老师型的人物 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开山之主 所以他的生平的大量的思想活动工作 都是在整理以前古代的文献 保留古代的周礼 做了大量的这样工作 反而是对自己 个人提起笔来创作自己的东西不感兴趣 孟子跟他相反 孟子是只负责自己吹牛逼 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的 他假如文章之中提到了别的学者 都是他辱骂的对象 都是他攻击的对象 他要么说这个人傻逼 要么说那个人无耻 正常来讲 孟子如果文章里面提到别人的话 都是买来骂一通的 然后这两种行为的区别 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轮椅好像很苍白 然后看到了孟子 就好像是看到了孟子本人一样那么亲切 孟子是特别让人看到亲切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整个辩论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孟子这个人气得整个胡子都翘起来了 在骂别人的时候 一个老头骂得特别嚣张 老奋亲嘛 就属于老奋亲嘛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孟子很亲切 但是呢 对于孔子呢 就比较淡了 因为中国人一般是比较欣赏这种孟子式的小聪明 有来有往的这种斗嘴式的聪明 一般是不大会理解这个孔子的大智慧的 因为真正的大智慧就像这个老子说的 大言犀声 因为真正的智慧普通人难以理解 反而是这个孟子这样的斗嘴的这种方式呢 吵架的方式 反而大家会感到特别亲切 实际上呢 在人类历史人物的评价里头 比如说对诸葛亮的评价 大家兴兴乐道的是空城记 是各种各样诡异的传说 实际上诸葛亮的智慧不在这里 那些都属于小聪明 那些如果真的历史上真的发生的那些诸如三国演义写的那些事情呢 最多就算是个小聪明啊 真正政治家的高张颜主啊 真正政治家智慧啊 是很难行足以笔墨的啊 也很难表达出来的啊